好 院长 你们回来了 院长 你们终于回来了 今晚救下的流浪狗马上下车了 你们今天大家辛苦一点 一起帮他们清理干净 做个全身检查 今天晚上就让他们入住流浪狗之家 院长 我今天必须得冒昧说您两句 我知道你有爱心 但不能泛滥 咱们这是宠物医院 不是救治中心 一下弄来那么多流浪狗 咱负担得起吗 我们完美世界宠物乐园的宗旨就是 不放弃任何一只需要帮助的狗狗 我知道 但是咱们资金有限 现在全院上下只有我一个人在创收 再这么下去知道会关张歇业的 不是 你会说人话吗 你不会说就别说 什么叫你一个人创收 我们都是吃闲饭的呀 你怎么创收了 就你们中医推拿扎针的两三下子 要靠你们 早就和西北方去了 我那个理疗室虽然说收入微博 那也是医院里的支柱项目 再说了 上上下下几十个人 谁没有努力工作啊 用你从这儿卖乖 用你从这儿讨饺 用你从这儿显摆啊 我显摆什么了 我怎么卖乖了 好了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 你们俩一中一息一土一阳 你们应该互相帮助才对 而且你们现在争论这有什么意思呢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安置流浪狗 亮亮说得对 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 每一只来到我们宠物乐园的狗狗 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它们 我们现在必须共渡难关 齐心协力 那行吧 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不管 于飞你就不能帮我们一下吗 现在不是帮不帮的问题 现在是立场问题 我的立场很明确 我们坚决不能收留这些流浪狗 不是 于飞 你怎么又开始冷血了 这也不是冷不冷血的问题 我们根本就没有经费承担得起 于飞 你如果还是坚持己见的话 明天就等着给激光收尸吧 你有病吧 我看你敢 你看 我只要一说激光 你就那么激动 激光是生命 狗狗难道就不是生命了吗 你可以那么重视激光 为什么对狗狗这么冷血呢 你看这个狗 喜着喜着 就从黑色变成白色了 怎么会这样啊